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差点工上涨停 以及联发科也直接开高重回了千元大关 伴随着融资昨天大减超过180亿 上市会加起来超过260亿 台股今天是大举的反攻了 这个反弹到底是不是来真的 而反弹的操作如何来反败为胜 先问请教分析师翁世俊 世俊老师好 女生有安 大家有安 好 台股今天虽然反弹 但是却是破了昨天低点之后才拉起来 到底转为为安了吗 那今天台股还是有部分的个股 是逆势大盘虚弱的 为什么还没回神 哪些个股小心补跌压力还是大的 今天问请教分析师曾英杰 杰帅老师好 婷娟好 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来看看最近的台北股市 真的是创纪录成为了日常吗 世俊老师今天盘中大盘也创纪录了 盘中涨点921点 是创下了有史以来 盘中涨点最高的历史纪录 不过至少今天我们看到指数的一个反弹 已经把昨天的黑K一半给做善回去了 所以大家想知道到底反弹是不是来真的呢 那到底有没有来真的 还是要看一下筹码变化咯 最新的是外资开始由卖转买咯 这还不错 买超台北股市有243亿元 有没有点认错回补的味道 投信当然继续的 连25买买超135亿 就有自己商继续看 那还有一个关键 外资在目前期货的空单水位 就像世俊老师说的 开始逐步再做下修 目前的进空单再缩减到了3.5万口左右 所以主要是世俊老师就顶大家 不要乱砍股票 可能砍在低点 今天早上再洗筹码之后就拉高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 到底这波是反弹确立了吗 那如何抢反弹 好 当然我觉得这边就是低点附近了 你反弹要正式确立很简单 就是把昨天的高点给突破了 是20982嘛 虽然今天没有突破 但今天要突破很难 因为昨天这根黑铁太长了 太长了 今天能反弹0.5就很厉害了 昨天大家市场都相当的恐慌 全部都利空出来了 只有我们节目告诉大家嘛 这是今天反弹几率相当高 因为你罕见的看到台积电跌停 鸿海跌停 昨天一定融资大降 结果昨天上市融资就降了多少 182亿 上市加上贵就是270亿 所以高档减幅已经9% 那我认为今天应该还会再降 因为早上台股是有破底的 你看这个低点它是有破底的 所以早上一定有一些什么 融资追缴令 你又收到了 你又很害怕 因为昨天融资维持率只有到了 已经跌到了好像是149吧 是相当的恐慌了 那杀完之后呢 早上杀完之后就迎接一个大反弹 那我们就反弹的条件也没有 我们就看筹码嘛 我们讲到 昨天讲到 止跌的关键 第一个就是恐慌嘛 对不对 昨天恐慌 超恐慌 今天早上又恐慌 因为破底嘛 但破底翻 杀融资 今天一定融资会再降 昨天降了180而已 我觉得今天应该有降个百亿左右 如果能降越多是越好 然后外资补空单 是没错啊 连续两天都补空单 你看一下 昨天是补了空单4000口 今天又补了快4000口 3900多口 进空单只剩下3.5万口 如果能降到3.2万口以下 或是3万口以下 我跟你讲外资就没有特别看空了嘛 是 他就把空单都补了 他就觉得说已经杀了大段了 因为我们在高档的时候 就提醒大家了嘛 外资空单很多 那你是不是要卖股票 那跌下来那是要勇敢抢反弹嘛 好 那昨天有预告 多杀多之后迎接反弹 遇到压力再减码 我认为反弹 就看 如果说昨天的高点给它站上去 那我们就有机会 第一个来到10线 10线如果再攻就有机会再攻季线 好 那大家害怕的是经济衰退嘛 昨天公告美国ISM非制造业指数 升到51.4喔 实在是在50以上龙枯线之上 所以代表说经济衰退 可能还要再观察一下 不见得那么严重 好 那当然既然要抢反弹 怎么样抢 有没有一些策略 这也很关键了 不能够盲目闭着眼睛乱瞒啦 反弹有没有什么操作上的重点呢 好 那我们先来观察一下 近期的操作策略 首先因为台股这波跌幅相当重 4000多点 跌幅已经19%了 19%相当的严重 那当然如果说你股票很多 当然就是谨慎为上嘛 对不对 资金比重稍微降低 但是如果说你空手的 或是你之前高档的减码 你应该是利用这个跌升抢反弹 好 那国际股是利空多嘛 美股今天很重要 因为昨天到昨天为止 美股还在跌 对不对 但台股今天已经跌不下去嘛 先反弹了嘛 所以合理预期 今天晚上美股如果大涨 因为我看现在其实台子页盘还是跌的 因为主要今天是垃圾盘 中小型股还是很弱的 早上还在杀中小型股 那如果说中小型股杀完 今天是垃圾盘 那明后天可能就转为中小型股转强 因为筹码已经洗干净过了 好 那再看一下基本面部分 因为大家对于说 AI目前的话能见度还是很高 如果其他的话可能手机 PC 消费型电子 汽车 中端需求 没有特别的明显 所以最近大概杀这些股票 所以我们找股票还是找跟这个AI 占比比较高的 或是有跨路AI的会比较好一点 那持股太多的反弹减码嘛 持股少就开始抢反弹 所以计划就是这样子 跌升抢反弹 因为难得跌了4000多点 你不抢反弹 什么时候抢 对不对 好 然后目标当然是反弹 5日线到10日线 但我希望是到10日线到季线 10日线到季线 对 遇到压力可能再回车 那我们就再观察一下 如果说真的预压 到时候把人的筹码是怎么样的 好 其实我们发现到 其实今天盘面当中有一个 最振奋军心的人出来了 其实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股旗盘中 是一度来到亮灯 涨停板的 台积电线股也是差 一档就涨停板 其实好像昨天零股暴增了 真的很多人是闭着眼睛买台积电 它到底是不是是一个 抢反弹的好标的呢 好 那如果说历史再回来一次 就是说时光能够倒流 就是说未来 以后之后 你有碰到股灾的时候 这次就是股灾嘛 就是这种一堆股票 跌停板的时候 我们昨天讲过嘛 你不知道抢什么 你就抢台积电 对 你就抢台积电 因为它一定是基本面最好的 最没有问题的嘛 那法人也敢抢啊 对不对 那投资人也敢抢 好 那你看一下 这股票也很特别 台积电居然可以昨天跌停 今天碰到涨停 这也是史上未见 对 所以说台股今天才会创了一个 历史上最大的涨幅 就是因为台积电盘中碰到涨停 好 那因为为什么说 你不知道抢什么股票 你就抢台积电 因为法人的目标价 就是摆在这啊 就是有花期1500 都是四位数啊 没有三位数的 我们没有看到三位数的嘛 第一金1300 野村1330 所以昨天杀到将近800多 那今天当然也是谈到895最高 就是一个非常强反弹的好标 你看昨天是跌到了半年线 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因为法人的话预估说 上次法说有讲到啦 长期毛利率维持53%嘛 或更高嘛 所以说未来应该是相当不错 那再来看说 假如说今年法人估赚40块 40到42 明年可能赚到50的块 本利比其实是 是全世界 就是说AI概念股里面 算是偏低的 所以抢反弹的标的 未来如果碰到股灾 台积电还是首选 好 那当然要抢反弹 除了台积电之外 我们要帮大家找找 其他电子股的机会 士学老师 我帮大家看 因为迎接第三季的旺季 到底还有没有哪些息 基本面不错 真的不用看太坏 现在已经跌生了可以注意呢 对 那我希望抢反弹的标的 我觉得说 涨太多的我是怕补涨 比如说最近的营建股 因为可能未接高 怕补跌 我讲错 怕补跌 那我们要找一些说 跌得够深的 基本面好的 跟AI有点关系的 我觉得我们先跳一档 就是这个2368的镜像 因为今天比较强的族群 PCB里面有这个 台药跟台光电 涨停板 对 因为他们公布 7月份营收不错 所以说如果 这两档是不是跟AI有关 对不对 他们是这个做CCL的 PCB的上游 当然你说AI一定要用到 那镜像店也是 它的AI占比 这个20% 目前的话提高到20% 甚至以上 那因为看好它的货率率跟毛利率 花期目标价是看280元 它就是国内的伺服器 伺服器版的龙头 那因为AI的商机 所以股价的话之前有先涨过一波 就比较偏向老AI 那修正了也够久了吧 那这一波的话其实也没什么涨到 就是之前台股在创新高的时候 它也没什么涨到 那均线纠结 看起来线很丑啊 你现在要挑到线漂亮的 坦白说很少啦 那今天留了一个很长的下影线 是 代表说有人在做低接 那如果说能回到 先求季线之上 回到季线之上 那我觉得就有机会转强 你说它要回到所有均线之上 也很轻松啊 因为它的均线全部纠结在这边嘛 它只要一根红K上去 那如果说我最近投信也有 之前有高档 其实这边投信买了蛮多的 你买的比投信便宜 其实就是一个机会啊 好 那从金箱店衍生出来 我们也帮大家关注 其实很多投资人都很想问的 是这个欣欣跟景硕 因为短线也都破低了 相关操作策略有什么建议呢 好 那之前一样 投信在高档也买蛮多的 那如果说筹码没有变动的话 我觉得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好 那欣欣跟景硕这两档 我觉得ABF部分 因为之前大扩产 有点供过一窮 但是之前没有跟上台股的涨幅 之前冲一波之后反而还破底 那一样这个景硕也是嘛 之前说传出打入 这个回答GP200的供应链嘛 怎么上去又怎么下来 那筹码洗过一轮之后呢 我觉得这边基本上 你就不用特别杀低了 搞不好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因为如果说ABF跨上跨入AI 未来其实趋势都可以期待 库存打消得差不多之后呢 搞不好这边就做反弹了 好 那因为今天台北股 是有出现了盘中 先杀后拉强力暴升回弹的一个行情 那接下来大家想问了 我如果想抢反弹 我怎么去找到类似那种 反弹即先锋的个股 比较有机会的呢 好 那如果说易高人胆大的 让他可以抢一些 比如说工具机 受惠这个日元升值的嘛 比如说可以参考我们这个AI选股 AI选股昨天就选了两档 一档是乔福嘛 一档是4510的高峰 今天还攻到掌停板 这个态势相当高啊 如果说你想要抢反弹 明天不知道抢什么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AI选股 那我们也会写早报 预测今天台子期的走势 今天高低点都是抓得相当的准 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扫一下这个QR Code 或是在你的LINE 打这个小小鼠 Weng88 所以我们精准命中 今天会反弹 那明天呢 如果说明天开始 因为今天谈很多嘛 明天可能偏向震荡 那看一下晚上美股 如果大涨 当然对这个今天台股有利 对明天的台股有利 好 那策略就是说 我觉得目前的话 就是多头修正已经落底了 差不多已经落底了 强反弹 预压 再减码 好 那给各位做参考 好 那因为看起来呢 在台北股市连续几天 波动非常非常非常剧烈的情况之下 很多投资人可能在昨天 不知道怎么应对手中套牢的股票 或者说像今天遇到了回升行情 又不知道怎么来做强反弹 如果大家想知道 现在强反弹有什么相关的策略 可以来应对近期排面当中 变化比较大的一个趋势 这可以在市区老师赖群组里面 有更多进一步的 包括像AI的选股资料 告诉大家的反弹极限峰股 还有相关的一些持股的策略 如何应对强反弹的行情 都帮大家来做进一步的应对交战 好 那再来关心今天的台北股市 因为光连续两天就出现了崩跌现象 今天遇到了大涨 很多人想问 到底这是反弹还是回升行情 那为什么还有一些个股 今天排面当中 还有蓄弱蓄跌的一个走势 现在怎么区分各股的强弱势 来趋劲必凶 等一下回来请教杰帅老师 欢迎回到1600股民台奖 看一下今天的股汇市场 又是各走各路咯 今天台北股市暴力反弹 但是台币今天却是贬4.9分的 中场是收在32.688元的价位 好 那回到排面来讲杰帅老师 杰帅老师今天台股市反弹的 但很多人在问 这反弹够力吗 还是只是开启个所谓的人道走廊 想问杰帅老师 我们看大盘到底转为为安了没有 好 谢谢婷娟 首先在大盘昨天回档修正了1800点之后 今天感觉起来好像有点止跌回稳 最后中场是上涨了600多点 当然在今天反弹上来 可能股民也看到了说 好像台北股市已经止跌了 然而真的止跌了吗 而在这个地方身为一个分析师 我认为不能睁眼说瞎话 我们就线论线 学技术派的人最重视的就是纪律操作 什么叫纪律 线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 线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直接看一下今天的大盘 各位可以看到今天大盘 它形成一个上中下起的航行 所以今天形成了一个十字线 各位可以看到最后反弹的结果是只有 反弹的大概600点左右 那各位去想想看昨天跌1800 今天反弹个600点 这样的行情你觉得够强吗 各位我相信大家自己心里都有数 大家去看一下今天的类股 除了这个台积电稍微比较强一点之外 很多股票基本上都是出现个开高走低的行情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大家看到开高都想卖 为什么想卖 因为昨天的那一根KK棒实在是太恐怖了 所以大家都想说今天有反弹赶快跑 你的心态是不是也这样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家心态都这样 你认为台北股市在近期之内 真的有指榴回稳的现象吗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投资员一定会觉得很纳闷的一件事情 奇怪 早在台怎么会抬得快 在杀为什么杀那么深 今天反弹怎么好像有气无力 好像蝸牛在爬一样 其实这个逻辑很简单 股市在下跌的速度 绝对会比在上涨的速度还快 我举一个例来说好了 今天我们从24000点回档到2万点的话 它的跌幅大概是16%左右 各位可以去算一下 4000除以24000 16% 但是你从2万点 如果要反弹16%的话 不好意思 它最多就到23200点 一差就差800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认为至少台北股市 要先攻上五日均线 至少这个短期的均线 你至少要站上 才有一点点止跌的现象 现在连最基本的五日均线都没站上 还在所有的均线之下 你告诉我说这个地方就止跌了 有希望了 我认为这违反我的良心 我说不出来 所以在这里我必须要很坦白告诉大家 这个行情我认为还是要保守为宜 那怎么保守 投资美国说难道我就这样消息的 等待我的股票解套吗 当然不是这样嘛 其实还有更积极的做法嘛 这个积极的做法我昨天就跟大家讲了 空军弟兄们 现在是你们的机会了 因为大盘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反转迹象之前 我认为冯高正在卖方是最好的一个时间点 那冯高正在卖方也有方法不是乱枪打鸟 像你今天去空台积电 那就等于你去找错了股票来做放空的动作嘛 怎么找很简单 我们去找趋势刚刚翻空的股票 而且有人正在卖的股票 那这个方法其实在昨天我第一天就已经开始讲了 如果听不太懂了我今天再讲一遍了 在过去大盘在多头行情的时候 我永远都只讲左边这一块 右边这一块好像只有放着 完全都支支不提 现在大盘回档修正了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股价起跌的一个讯号到底怎么研判 第一个当你发现到一档股票 它MACD形成死亡交叉的时候 请你就要赶快远离它 而不要跟它死残烂打 各位这档股票它如果形成死亡交叉的话 代表说它的趋势已经翻空了 如果你硬是要去买的话 要接到最低点 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时间 与其这样子不断的接低点 不断的摊平 不如在头部 就是先给它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这个叫先卖 等到它回档到低点 趋势开始翻多的时候 你再来给它做买回 这个在交易上 一买一卖 就是一个完整的交易 不管是先买先卖后卖 或者是先卖后买 它都是一个完整的交易 所以你不用拘泥于说 一定要做多股票 来 那当MACD形成死亡交叉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再发现到 它出现了跌破整理 平台的黑K棒的时候 这时候不要怀疑 就要赶快逃了 不要再恋战了 那当然 这个方式基本上 其实是跟这个方式 是完全相反的 那在运用上 我们一样要找到 合适的股票 当然也是需要花费一点时间 那我们也不可能说 每天一直一直去做检视 所以同样的逻辑 我们用同样的工具 来帮我们筛选股票就好 一样利用人工智慧 高速运算的方式 再搭配正确的技术 分析的逻辑 我们就可以掌握到 最新的弱势个股 弱势个股 然后头部成型 我们赶快就出场 那这个赶快出场 有两种含义 有第一个 会买股票是徒弟 会卖股票的 才是真正的师傅 那杰帅既是徒弟 也是名师 所以在这里 我要教大家 怎么样学会卖股票 我认为在现阶段 我觉得向下操作 反而是一种最佳的 一个攻击的一个策略 是远远会胜过 消极的等待解套 这个方法其实基本上 如果说你习惯 做多的投资配的话 有兴趣 你真的想要学的话 你是可以主动来找我的 那我们今天 就当然除了讲理论之外 我们当然也要做一个验证 那昨天 其实我已经有跟大家预告 两支 头部成型巡洋股票 在我Lite里面 我们今天就马上来做检视 来 各位 这个昨天马上公布 今天马上验收是最快的 来 精彩 3374 各位仔细看 昨天在大盘跌1800点的时候 你看这支股票 它的MACD是不是刚好 就是在昨天形成了一个 所谓的死亡交叉 各位这应该很清楚吧 而且昨天这一根K棒 正式的跌破了 这个所谓的五日均线 今天一样站不上去 开高之后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最佳的一个卖点 212块卖下来 直接打到跌停 光这样子各位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先卖 然后这里买 这样就30块钱 这是一个很活的一个策略 那当然很多喜欢做多的投资 如果你不懂的话 我再抽一遍 你可以来找我 那当然AI怎么说的 我们看一下 来8月5号昨天最恐怖的一天 趋势翻空 这个地方基本上开高 就是让你逃命的 而不是让你看到希望 进场去买 今天如果一开盘 你买在212块以上 我跟你讲 这一档股票之前涨得很凶 很多人见烈欣喜 今天一开盘去买 马上住套房 但是在昨天 我的Lite记事本里面 有跟大家事前预告 这是一档头部成型的股票 各位 有加Lite 昨天都可以做一个见证 今天要有两支 头部成型的股票 我继续分享 刚庭俊也有看到 请婷娟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 今天看来老师 因公布两支是 头部成型股票 一档八二几块 一档一百多 积极两百块的股票 这些股票 你如果不会做空的 没关系 至少你要去了解一下 我现在什么股票避开 什么股票我要站在卖方 这个你要去清楚 我要教你的 是趋劫避凶的方式 所以现在加Lite 马上可以看到 再来讲 昨天先预告 第二支股票叫华顾2548 来 各位看一下 它跟精彩是一模一样 昨天趋势就翻空 今天一样 形成了一个开高走低 150块最高 最低杀到135块 光这样跌幅就10%了 你这里先卖 这里再回补 光这样就10%了 300万的资金效率操作 今天你先卖再买 回补掉 刚好就是 10%就30万 当然AI在昨天 其实它也马上显示出来 趋势已经翻空 趋势翻空的同时 我当然要事先做预告 来提醒大家 要逃命 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间预告 一样在我们Lite里面 8月5号那一天 就是昨天 昨天预告的两支股票 不好意思 就是这么碰巧 让我们给说中了 并不是我要唱衰这两支股票 而是我说过 身为一个分析师 你应该要就线论线 而不是为了 迎合投资朋友的喜好 去说一些 违反了自己专业的这些话 这个我做不出来 在今天 一样有两支股票 我说了 空军弟兄们 这是现在是大家的大好机会 你们可以借由这两支股票 去做布局 可以做向下操作的策略 那如果你习惯 做多的投资朋友的话 也可以利用这个Light 现在加入马上看到 看到什么 这两支股票 你应该要开始准备 要卖掉 要逃命了 这个在我们今天Light里面 也有预告 再来讲第三支股票 三支股票都一样 今天都是开高走低 来看一下这个 所谓的汉唐2404 一样 三支股票都同样 在昨天MACD正式形成死亡交叉 然后 在昨天 人工智慧 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趋势正式 油红帆率 油红帆率是什么意思 这个应该不用我解释了吧 油红帆率就是油多转空 在第一时间 你怎么样趋劫避凶 其实很简单 只要有AI的能工智慧 它侦测出来 这个MACD死亡交叉的股票 基本上 你就应该要忍痛卖掉 不管你是赚钱赔钱 都应该要理性地果断卖掉 这个是在坑方趋势 你应该要做的应对策略 毕竟 会买股票是徒弟 会卖股票才是师傅 这个会卖股票的是师傅 不见得是获利卖掉 获利卖掉每个投资朋友都会 不用人家交 如何在小赔的情况之下卖掉 这才是顶尖的师傅 所以各位在昨天 发生股災的时候 各位是会买他也怕不吞弹 这是一般人普遍的现象 买真的买他也怕不吞弹 但是正确的应该理性的做法 是应该昨天 你该卖的股票就要卖掉 那当然 在除此之外 在我们这个Lighter的记事本里面 我说今天除了预告两只股票之外 还有很多重要的资讯 比如说像这个早上 大盘技术分析也就报告 你说会跌到什么时候 我现在一直在说 现在向下操作是一个积极的策略 那什么时候才会止连回忍 可以向上操作 可以开始反手做多 我告诉大家 等到这个大盘 它趋势真的翻多的时候 我自然就会 开始来积极的做多 并不是我不会做多 在过去我讲了几年做多 现阶段大盘 行情不对 我就不会告诉大家 一定要硬做多 来 那除了大盘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什么时候止连回忍 我会写得很清楚 那有做期货跟选择权的 更可以利用这份 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来布局一些期货 跟选择权的一个操作 至于每天的直播教学影片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相信有很多投资朋友 到现在还是习惯做多股票 那对于放空股票这个策略 你不是很清楚的话 你可以好好的看一下 我的直播教学影片 里面讲的都是如何操作 向下操作的一个 实战操作的方式 如果说你现在这段还有资金 你的股票虽然靠牢 但是你还有资金 可以做这些积极策略的话 我认为你更应该要 仔细地看一下 我的直播教学影片里面 所讲的实战操作 至于今天帮大家精选的 头部成型的股票 已经出来了 在哪里出来 来各位 现在加Lite 马上就可以看得到 在我们Lite的记事本里面 马上就可以看到 至于怎么去加Lite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你可以透过你的手机 扫描QR Code 直接扫描 直接看到Lite 第二个方法 可以透过我的Lite ID 去搜寻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找到我之后 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刚刚讲了 今天的直播教学影片 内容非常重要 有关于很多投资朋友 你可能不懂得 如何向下操作的投资朋友 那今天我的直播教学影片 就显得更重要的一个重要了 那怎么看到 这个直播教学影片 当你加入Lite之后 请记得不用打招呼 不用传帖图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按数字键888 因为当你按下数字键888的时候 我就会在一秒钟的时间内 把我今天的网路直播教学影片 用一秒钟的时间 直接传送到各位 你们私人手机的Lite里面 你们就不用在那边找来找去 非常的方便 所以加Lite之后 不是跟我say hello 不是跟我传帖图 不是跟我打招呼 而是输入888 索取你真正需要的东西 这个才是我对你 最大的一个帮助 那至于在今天Lite的 记事本里面 我已经帮大家精心挑选了 两支 头部成型炫耀股票 直接加Lite 直接就可以看到 那人工智慧这个 选股教学影片 我再讲一遍 很重要 一定要来索取 直接加Lite 恢复888 一秒钟的时间 我就会私讯 传到你个人手机Lite里面 欢迎各位 友谊的来加Lite 好 目前大盘呢 再看起来 H1转线反弹 带水池各国 仍然头不成心 接受老金帮大家 把股票给特殊